恭喜發財 今年鼠年恭祝大家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大家都知道新年頭 大家在各傳媒都聽到很多元學家說一下 今年的流年運程如何 新潮如何 老實說 人都想知道 所謂能知三日事 富貴幾千年 如果知道今年的運程如何 可以把握到好的吹吉避空 這是個好事來的 不過我這裡用另一個方法 所謂心理邏輯看鼠年 跟大家分析一下 用心理學邏輯看一看 我們的鼠年形勢應該是怎樣的呢 好 首先 今年鼠年 或者我們用一個簡單的 經常都玩 跟朋友玩一個測字 今年鼠 大家看到鼠上面一個很簡單的 好像養了人的臉 兩隻眼 是吧 但是下面的腳很多東西要動來動去 為什麼呢 我就這樣解法了 今年我們會很辛苦 一隻腳多做很多功夫 才找到吃都不頂 頭腦真的要清醒些 要冷靜些 慢慢想清楚 所以這是我覺得今年香港要想的東西 頭腦要清醒 不過要很勤力 很努力 才有個成功在這裡 我們中國人其實鼠乃十二生肖之池的第一個 第一個開始就是鼠 其實鼠很大的 但是為什麼呢 中國人說鼠背橫行 蛇鼠一鍋 全部都是用一些負面的東西去說鼠呢 所以中國人很有趣 有些鼠年就用這個去試 又不用鼠 又不用鼠 又用這個 鼠鼠鼠鼠鼠鼠就是蝙鼠 但是你看看字形 又說 鼠當然好 我也想鼠 不過這個鼠跟鼠的鼠有些不同 今天要小心了 看到嗎 這是一個蟲 蟲呢 就是說蛇蟲鼠跟病的關係 還有蝙蝠就是蝙蝠 不是貌泡 17年前沙士和現在武漢的非典型肺炎 這個冠狀病毒都有可能由蝙蝠傳過來的 蝙蝠是宿主 所以大家要小心健康和傳染病 當然了 蟲這邊是好的 屋子有口有田 有得吃有得耕田 中國人最好 有得吃有得住 應該呢 可能真的守得雲開見月明都不行 從這個測字字形方面講完這個鼠年大致上的東西之後 我們拿一些比較科學化的東西看 接下來鼠年就叫做庚子年 天干地支那些 這個就是十字生肖 上面是庚 下面是子 庚就是所謂金 子就是鼠 那這個庚子年呢 我們就六十年一個所謂的甲子 六十年的輪迴一次 叫做 我們看回歷史 我們有時候中國的所謂的玄學 都是一個綠積學 一個統計學來的 看回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三個甲子年對上的 第一個是1840 1840年清朝鴉片戰爭第一次 被外國人敲門 所謂敲響了中國這個封閉了這麼久的滿清皇朝 1840年 下一個是1900 發生什麼事 大家有讀歷史也知道 庚子之亂 本來打算扶清滅羊 我們中國人有些 但又不可以出一些怪招 結果搞到什麼呢 八國聯軍 打到北京 自己太后西途 終於是什麼 割地賠款 很刺激 這就是中國了 1840年 1900年 都是不太老禮 最後六十年 1960年 1960年 什麼事發生呢 大家都不太清楚 不過 按歷史上 中國上出了 1960年開始 有三年的大饑荒 那時候我們都可以這麼說 死不少人 都是一個很大的天災的問題 看到庚子賢基本上是一個變動很大 還有很多天災也好 人害也好 都是一個不穩定的年 所以大家看回我們現在去到2020 阿拉伯寺幾好呢 2020 一年一年一年 應該也好容易搞定 好容易搞定 不好意思 不過其實 我想由上年幾害株連 帶下來的問題 其實未解決 就是說 社會的動亂 雖然好像平息了一點 但是又多了一個武漢的非典型肺炎 所謂 人禍之後又天災 所以其實呢 我想2020 就是我們這個鼠年 開頭都不容易 好像我說的 老鼠這隻腳要很辛苦 走來走去 還有大家要真的很小心 剛才說恭喜大家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為什麼呢 很重要 健康 要防疫 你看到這個情況 大家會不會說 哇 身熱流流 一盆冷水潑下來 個個庚子田都不老禮 那怎麼辦呢 其實在心理學上很有趣 一件事很有趣的 叫做 這個叫做 皮極泰內 我們通常呢 如果在很順景的環境裏面 個人多數都很亢奮 很開心 什麼都可以做 什麼都可以 但有一個逆經的掛像講 其實認了去年很多人的 叫做 抗龍有灰 就說他人太開心 就像開車一樣 大直到 哇 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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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別想的 越踩越勁 叫做啪聲 碎了 反而就說 在逆境的時候 好像開車一樣 在很艱難的路上 彎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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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 不敢 不敢 你就過關 小心就洗得萬連船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的 所以福就包和 戶也包覆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好像很差 但我會覺得香港呢 講回一些比較科學法的 17年前 我們有個沙士有產 但是他不是說有什麼要治好他的 他到五月多 一下天到 自然的菌死了 不知道去哪裡 那就完了這件事 這就有17年了 我估計 如果希望我們這個 非天然肺炎在武漢一樣 到天氣好些 暖些 熱些的時候 也會消失 就是說 頭過半年可能辛苦些 大家要小心些防疫 很多經濟上的問題 但所謂皮極太來 也有句說話叫物極必反 衰到貼底了 做什麼都衰 所以有些人問我 今年什麼環境 應該好一點吧 去年幾岸豬年已經衰到九粒 就不再衰了 谷底應該反彈 但是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就是說 其實香港也好 很多人也好 其實經過這一次這樣的問題 再加上這個肺炎 其實真的是大傷元氣 就好像大病初炎 你不要期望它一聲會彈起來 一定是慢慢來 逐步逐步來 恢復 所以今年如果問我 策略是怎樣呢 無論你說投資好 做事好 都是這個 一個守字 以守為攻 為什麼呢 首先守著自己健康 如果有疫情戴口罩洗手 或者個人衛生 地方衛生 逼人的地方去少些 盡量避一下 守 守護自己先 另外一些投資各方面 都是這個持營保態 以守為攻 頭半年一定要這樣做 到下半年 剛才說疫症可能好一點 可能我們政治環境會好一點 那時候就可以突擊了 出去踢球那樣 突擊 偷到雞就不良球 這個就是今年大概的看法 我們看看有兩個重要的東西我們要留意的 一個是人 人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人心 所謂天災人禍 去年你知道大家 幾漢年我們香港人心 即是彷徨 很分裂 撕裂 人心真是不容易搞的 一個人有他的理想 一個人都不同 但是呢 經過這次呢 就有這個人到天 一個所謂天災 這是我們的肺炎問題 那麼我們面對這些天災的時候呢 我很記得十七年前 那時候我也是和醫學會一起 做一個抗疫的工作 醫學會會長的義故 盧永樂醫生呢 就找了一個做一個 非典型肺炎的 心理健康的召集人 負責幫人 捕回你的心理 捕回你的情緒 老老實實 以我當年覺得呢 香港人的情緒已經跌到 我未見到那麼低 但是想不到 在2019年的豬年到現在 即是低處未算低 更低一點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剛做完的 年底做完的調查 五分一的香港人呢 情緒很差 所以呢 人心不穩 情緒不好 我們如果情緒不好 加上天災呢 就兩面夾擊了 這樣就很淒涼了 所以我這裡呢 奉獻大家呢 就一定要人心呢 一定要 所謂一個做一個叫做和 都是家和 萬事興 家需和不停 現在我們面對有天災 所謂一定要槍頭一致向外 大家要齊心合力 比如抗疫啊 什麼措施也好啊 大家一起做 你做我不做就沒用了 疫情不會走了 可能更大劑的 所以就說 有時很有趣的 有天災 我們就要團結 所以這個世界呢 很有趣 很有趣 就是他永遠都要整定很多事情 我不敢說這個天災會可以令到我們人和會好 不過 你不想一起做事都不行的了 你不想同舊故事都不行的了 現在老實說 不是說得好聽些 不是攬炒那麼簡單 如果那些疫症是厲害的話 是攬瓜一起 新面貿易都要講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這件事 就一定要大家和氣一點 一起共心合力一點 去面對我們的困難 無論天災好 人和好 都要大家要 所謂一同舊共濟 和充共濟 要不然就真的會很麻煩 展望就說 我們當然深層次的矛盾 不是一兩天可以搞定的 我想老鼠是一個相當機靈的動物 我希望鼠年大家都 剛才我說鼠 再寫一次給大家看清楚那個字 鼠頭比較簡單 代表要清晰 思想不要複雜 要情緒穩定 雖然下面是辛苦一些的了 我們一定要保持冷靜的心態 所謂淡定是有淺性的 千萬不能夠亂 以一個理性的態度 冷靜的處理 無論是官好 民好 社會好 都要用一個這樣的方法 要努力 但一定要冷靜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鼠年呢 希望大家好像這個字一樣 雖然是辛苦一些 但如果保住頭的冷靜的話 我覺得我們鼠年是會好的 再在這裏跟大家拜多次年了 祝我們鼠年能夠開開心心地過 多謝各位